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陸客大手筆來講賣磚頭 手枝還是無枝 自私的講希望大家不要忘餓 東格亞利即溶咖啡 被驗出含臟洋藥 會導致血管爆裂 突破盲腸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內政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香港頭條 香港經濟在疫情後未復甦,反而進入漸動狀態 有報導指持續下跌的樓市要靠大陸新移民打救 報導說,今年首三季有超過8000位大陸客入市 平均消費1100萬港元 不少市民質疑,為何香港人不看好的樓市竟然獲得大陸人熱捧 下面就為大家分析、拆解一下原因 首先,交代一下情況 AM730報導引述中原地產數據指 今年首三季本港一、二首私人住宅市場錄得近三、四萬宗買賣登記 樓價總值3093億元 當中有8133宗的買家為普通話拼音買家 佔比為24% 設同金額高達906億元 內地客大手不貢獻香港牛市 無論購買數量和購買價格軍刷新歷史紀錄 計落每位內地客平均花費於1100萬元,在香港買磚頭 若同去年同期的4854宗和633億元比較 分別急升68%和43% 那麼全港18區,哪區是他們的最愛呢? 數據顯示,普通話拼音買家最愛的十大置業地區 包括北角、荃灣市中心、奧運站、深水堡、土瓜灣、灣仔、大圍、康城、將軍澳和西半山 有小福建之稱的北角,以131宗交易和超過10億元成交額 找坐內地客障礙的頭把交椅 就帶下來說,北角的建威花園、城市花園和柏惠山吸引最多內地客 明列第二和第三的地區,是荃灣市中心和奧運站 分別錄得123和120宗成交 數據顯示,內地客偏外發展成熟和交通配套完善的舊區 以北角為例,新鴻基在區內興建的超級豪宅新盤海船 內地客比例高達6成,似乎成為大陸發織土豪的標配住所 不少市民覺得很困惑,為何香港人不看好的樓市竟然獲得大陸人熱捧? 有網民表示,今年一千萬,明年就跌到九百萬 不如放些錢在銀行,租樓算數吧!我大膽推測,內地客大手不離港買磚頭 其中一個原因與走資有關,另一個與無資有關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近期《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 報道說,截至今年6月底的四個季度內,或有多達2540億美元 約合近兩萬億港元的資金非發流出內地 雖然大陸有嚴格的資本管制,每年每個大陸人只是可以向海外出5萬美金 但內地富裕人士仍想盡辦法把錢轉移至海外 對於身家上億的大陸人,今次香港門戶大開搶人才就是走資的好機會 加上樓市全面切辣,內地客的置業成本大幅降低 購買千萬港元的物業,可以折省數百萬的稅費 買了一層樓,就有了香港地址,可以在銀行開戶 如果本身已經獲得香港人才簽證或香港身份證 就可以將大陸資產一步步轉移到香港 之後以香港為跳板再將資產轉移到海外 此外,部分內地人購買香港資產,有投資和分散風險的考量 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十分波動 但香港則不同,香港樓價以港元計價,港元又與美元掛勾 投資香港樓市可以減少匯率波動帶來財富縮水的壓力 也不排除有部分大陸人深信香港已經由自及興 深信現在是入市的好時機,如果美聯儲繼續降息 將來樓市大升,再買樓已經太遲,不如現在入市穩陣些 有中介爾簡體字影片,在網上鼓吹港樓很便宜 其中一條影片中,一位經紀推銷一間面積為462呎,位於九龍的兩房單位 他說,765萬的新樓,現貨入場,我暫時找不到便宜過他的 不少港人留言說,現在入市那些就真是傻瓜 跌到兩球叫我,又小又貴,還有得跌,兩年之後見四字頭 其實,真實資訊對於投資者來說很重要 有很多大陸人和藍絲口口聲聲說不關心政治 問題是,你不關心政治,政治關心你 2020年國刊法實施後,香港政治環境發生巨變 眼見外資一間一間這樣撤離,很多洞察力敏銳的市民 已經預測到經濟寒冬即將到來,樓市股市即使不暴跌 都會被一點點感陰乾,不如趁早買樓走人 但是始終都有些人選擇相信政府,覺得國刊法實施後 香港安全啦,有志及興啦,所以在2020年7月後入市 結果曾扭變成負資產 所以說,做證明投資客首先要看得明政治,預測到政治走向 不要偏聽偏信中共鬼話,學成歌早走早著,肯定沒錯 好辛苦,這幾年好辛苦 2019年7月1日早上,當時只有14歲的戴家平在金鐘被捕 當時被指控非法集結 3年後1月,他再次被捕並提堂,罪名變成了暴動 Renews 報導,裁判前的一晚,戴家平的一群好朋友 來到他樓下突襲,一起喝酒、吃東西 和身在他方的朋友視像對話 還和另外兩個朋友隨三一邊跳一邊唱黑玻璃 他說這一晚,感覺超現實 在鏡頭前,他預測自己明天的判決結果 都是輸的機會大咯 輕手些大哥,不要判那麼重,行不行啊? 而在這難忘的一晚過後,第二天 戴家平在法院被裁定暴動罪勝並還押 10月31日被判關押教導所 戴家平被公眾認識 除了是浸大學生會前外務副幹事掌握 更是因為所謂的暴動罪 戴家平和其他九人 19年七一早上在金鐘被捕 而二年一月再因此案被捕後落案起訴暴動 戴家平等四人不認罪 10月18日裁定罪勝 由於戴家平和哥哥戴家政均微滿21歲 區域法院站委法官張智慧判他們入教導所 另外兩名周梓慧和袁欣林分別判監三年 站委法官張智慧判刑時指 兩人犯案時只有14歲 甚至明顯不成熟 容易受社會氣氛和他人影響 失去應有判斷能力 雖然兩人都有自己的因由希望判即時監禁 他知識兩人的需要 但認為判兩人監禁 並非法庭認為最合適的更生方式 最終判兩人入教導所 戴家平坦然,好辛苦 這幾年好辛苦 想出去旅遊散下心都不行 因為相關旅遊證件已經被當局收了 甚至想去澳門吐口氣都不行 又案在身的這幾年 戴家平都沒有白過 完成DSE考入浸會大學 做過浸大學生會外務副幹事長 被學校DQ公佈學校高層錄音被判停學 散運周年在校內派黃絲帶 戴家平說,想趁還有機會是做能做的事 因為他不想未來的自己後悔 戴家平表示,自私的來說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我 都不想就這樣被遺忘在世界上 我想都是要有些原則在的 留下來或者被迫在也好 都要想一想 幾年前的自己望回現在的自己 我想可能現在的我 有很多退讓和自我審查 但是五年前的我 忘回現在的我 都不會覺得失望 對此有很多網民留言說 不會忘記你們為香港的付出 希望你是先輔後填 欣賞你的正義感、價值觀 不會隨波逐流 辛苦你的付出 辛苦了你家人付出心力 為你們奔波 為香港心痛 為你們年輕人心痛 浪費了你們年輕人燦爛的光陰 不要浪費時間在一個沒有希望的地方 出去找自己的理想 無論在何處努力裝備自己 將來遇到機會就可以衝破障礙 我們一定記得你 你是戴家平 香港未來的同僚 祝平安、加油 咖啡可以提神醒怒 這個大家都知道 居然有些咖啡兼有印度神友的作用 如果是這樣 你會不會繼續購買這種咖啡呢? 不過提提大家 很多時候Happy過後 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10月30日 衛生署呼籲市民 切密購買或飲用 東格亞利即溶咖啡的產品 因為該產品被驗出 含優受管制藥物成份色多酚 即俗稱衛歌的主要藥物成份 而這種成份並未在成份表中列出 網媒Channel C就此時 向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朱衛生查詢 朱衛生表示 服用含色多酚成份藥物後 會令血管收窄、影響肌肉放鬆等 如患有高血壓、心臟病或糖尿病等患者服用後 可能會出現心肌刪殺、心絞痛、心臟肌肉壞死 甚至中風等情況 嚴重的話或會出現血管爆裂情況 科普網站《科學9》編輯小肥波就表示 東格亞利是有馬來人心之稱的植物 當地人認為可改善性功能和前列腺腫脹問題等 如長期病患者服用後 為個會和羊物中的消酸鹽相互影響 會增加患者中風、心臟病發等風險 衛生署10月30日稱 根據市民投訴 透過網上平台構得該款職容咖啡陽本化炎 結果顯示含有色多酚 處方指色多酚為第一步毒藥 須在醫生建議下使用 也只可在註冊藥劑師監督下於藥房憑醫生處方購買 非法售賣或管幼未經註冊藥物或第一步毒藥均屬認識罪行 每項罪行最高均可罰款10萬元和監禁兩年 HKTV Mall和網購平台香港貓之前也有售賣這種咖啡 10月31日已經將產品下架 中國政府經常以內政來反駁西方 對於西方批評香港人權和自由惡化時 中國政府就嚴正聲明 稱香港時務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無權干涉 諷刺的是 近日一位內地女網紅在發布的作品中稱 南京大屠殺屬於日本內政引發網民關注 據報導一位自稱是內地名校畢業的女網紅博主 在影片中稱 內政真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干涉嗎? 隨後她舉了南京大屠殺作例子 並稱這屬於日本的內政不能干涉嗎? 她言下之意是南京大屠殺是日本內政 但是中國政府有權干預 目前該博主的帳號已遭到禁言 事件在香港引發討論 有網民直言,突破盲腸 真,這個腦回路真是沒什麼人想到 當時日本佔領了南京 中華民國政府搬了去重慶 那真是她內政 與中共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後侵佔香港 又說香港問題屬於中國內政的道理是一樣的 還有網民表示 共產黨經常唱衰日本 煽動民族仇恨 其實中共掌權後 三反、五反、文革期間慘死的中國人口 遠高於南京大屠殺 不過這些都是所謂的中國內政 另一宗新聞很值得大家思考 什麼是內政 到底誰干預別人國家的內政 29日路透社獨家報導披露 習近平去年11月於三凡市 與美國總統拜登進行私人談話時 中方官員寸達習指令 要求拜登與美國政府 改變一貫美國官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用詞 報導引述知情官員說 習近平希望拜登政府明確表態反對台灣獨立 取代平時一貫使用的不支持台灣獨立的字眼 美國政府當時沒有回應 而在會後公佈的聲明中 堅持使用不支持字眼 估計總書記應該很生氣很生氣 報導說 習近平的幕僚在拜習會結束後的幾個月內 不斷追問撕壓美國 要求對方使用反對這個字眼 美方就堅持拒絕改變 白宮向盧透社發出聲明 重申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 照舊使用不支持這個字眼 其實人家用什麼字眼都要管 這些算不算干涉他國內政呢? 好了,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給個like、多點留言 或者按下個super thanks 幫我們一起撐下去,明天見 明天見 趁文公正的請教育 那麼大 謝謝錙子